中国体操女队在早场的赛台训练当中亮相 依次完成了高低杠 平衡木 自由操 跳马四个项目 四名选手当中不久前在全运会上拿到女子全能冠军的小花 韦小元是首次参加世锦赛 她也将参加全能的争夺 理事家罗蕊参加高低杠 平衡木两项 齐齐参加跳马 自由操的角逐 早场的训练 姑娘们多多少少都有些失误 不过大家的调整和适应能力不错 韦小元和罗蕊的高低杠都有上加表现 理事家也逐渐恢复状态 中国队的强项平衡木 小花们对器械适应的也不错 理事家商与付出之后 除了跳步 烧嵌之外 其他环节都表现不错 齐齐在自由操当中成功完成了720选 跳马也亮相了前值540 感觉还不错 就是刚来昨天刚来 感觉又还没有就是调动自己 然后今天一来还不错 器械也挺好用的 非常的激动 第一次我就感觉 跟自己非常像的很不一样 然后还是跟我那个主菜 观众都很热情 然后比较满意的是木头 然后杠子的话还要再加板准 现在第一次比早场 但是没有觉得不适应 状态感觉也挺好的 我觉得两个项目适应器材 还有灯光环境都挺好的 早上刚起床嘛 还挺顺的 到后面就好 農场 到后面又跳 kay 人家